因应防汛期林口区公所22号与利林国小合作办理收容所开设使兵演练 验收公所防灾准备情形并且依照市长的要求 在接获通报后30分钟内完成收容所的开设 因应近期极端气候常有急降雨导致道路中断或灾害发生 林口区公所为了测试区公所收容安置能量准备情形 特别在利林国小办理防灾收容所开设演练 区长刘淑芬特别要求公所同仁采取士兵实作方式 并依照市长指示 在30分钟内将利林国小学生活动中心部制成受灾民众短期的安置空间 测试我们所有的同仁以及我们的平常训练的志工 能否在半小时内把我们的收容所从无到有 所有的设备所有的单据所有的人员能够到齐 然后把整个收容所架设起来 林口区长刘淑芬表示 因应极端气候及地震灾害预警时间十分短暂 区公所身为防灾的第一线需要在对短时间内将列管的防灾避难处所 转换成收容安置民众的场地 这次的测试同仁们从无到有花了22分钟完成收容所开设 测试的结果是在22分钟之内我们就把所有的收容所架设完成 然后再来进行我们灾民的收容演练 刘淑芬区长特别在演练后提示公所同仁要以5月20号即将与民众受困事件为借禁 既取经验准备预寒毛毯替换衣物及简单热食 另外也请区内各单位提早完成各项防灾能量检验 防范各种灾害危机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林口采访报道